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潘老师也是当年著名的体育技术 所以说小冬咳嗽 我最近发现你这个采访呼吱太喘的 大家觉得是不是真受内伤了 他们说我觉得应该是韩兵长 我首先好奇的一个问题 那天你跟雷公打 如果当时裁判不把你拉开的话 你还准备骑在他身上打多久 我就不打了 我准备要做裸脚 因为雷雷他说过的一个句话 整个把整个现代搏击圈给闹炸了 雷雷说他自称说很好解 而且是单手就能把裸脚解开 所以说我必须要验证 但是当我马上要做的时候 裁判过来就把我们分开了 你骑在他身上还怎么验证裸脚 可以的 可以做的 而且很快就能做出来 他的意思是准备接下来就给他来一个裸脚 就搞实验 这样的话大家看 看看你怎么能破裸脚 当然了 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 我作为主持人 也必须得给你泼点冷水 就是说我们请他来 不是鼓励民间私斗 对 我也确实这几天问了一些好几个法学界的人士 就是说 这种性质的无规则的民间约架 现代法律确实是不保护 但是我倒是听说 你们现在也有招了 就是通过昆仑爵这种所谓合法的平台来进行这种挑战应战 是这样吗 是这样 那么我现在也要说一句 不是通过昆仑爵 现在是除了昆仑爵之外 中国的所有的赛事 我都可以去 还有泳池的荣耀 比如说像泳池的荣耀 在这里我不是说昆仑爵不好 因为主要是原因是因为王湛海先生在这里省市中说 我书晓东只能去昆仑爵跟他去公平较量 其他的赛事不行 但是目前昆仑爵没有跟我任何的官方来沟通这件事 所以他的这种话说了是代表昆仑爵吗 我不知道 我很想知道 但是昆仑爵江华这边没有过一个反馈 我跟他去聊天 跟他说我 但是他没有认证的反馈 但实际上是 文桃老师抽开这个事 说通过这样的一个合法的平台 是可以让大家根据规则来决一个胜负 而不犯法的 其实是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但是文桃老师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 假如你同意的的话 那这里边好像还有个自相矛盾 据我看你 你甚至还投诉了包括昆仑爵在内的中国很多格斗大赛也有造假的嫌疑 世界上所有的赛事百分之百都是有假的 我总觉得我现在的地位叫什么 老师 我可能忘了 但好多年前应该是九年代 有一个欧洲的足球 有一个叫斯巴伯法案 还是斯巴伯法案 伯斯曼 伯斯曼法案 就是因为这个人他要转会 完了很多的就是俱乐部有的踢有的抢有的钱 怎么的 到最后他很惨 一个人谁都不要他了 他很无辜很无辜 所以他其实是在帮助所有的足球运动员得到最大的利益 但是最终的结果这个人消失了 就是被很多的大型财团给裁 所以说在欧洲这件事是非常非常的著名 闹了很久 也是体育方面的事 因为您喜欢足球 那么我感觉我现在也是这样 其实我非常非常的危险 我现在非常非常的痛苦 你危险 你痛苦 我本来还想问你 我就说有的人的一生 很久之后将来被人想起来的时候 都有个巅峰时刻 没准他这一辈子就是那15秒 是吧 本来照你的说法 你自己就是一个什么 屌丝草民 但是博迹界的博斯曼 可以这样讲 这十几秒之后光这些天给你带来了什么 比如说那天早上我一醒过来 我一看视频 哇哇 我看他在哪哭呢 你你这么至于吗 这嚎啕大哭 因为现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压力 很多压力压在我身上 我以我现在基本上是基本上处于是无业状态了 快啊 就是我的很多东西都没了 马上就要没了 我觉得你很多东西都将要有了呀 你不觉得这个事给你带来了很大的利益吗 到目前为止 老师到目前为止 包括您这个节目 我什么利益都没得到 包括雷雷 虽然我对他没有很多观点不亚 但是我相信雷雷也是分文未收 任何的金钱关系的利益 咱们就直接说吧 没有 您说如果是名气的话 邓老师 我宁可不要这个名气了 因为我走到哪被 被很多的人攻击 我自己 我出去啊 都被很多无辜 就不知道哪派来的人去围攻了 他哭之前啊 刚才给我看了一段手机这个视频 就是前两天吧 昨天 昨天呢 昨天 这发生了什么事 昨天呢 在一个 也是一个节目组去我录制节目 那么请的是一个太极的 也是一个宗师 那么是一个 我还说是 我说不是澳大利亚人吗 他们跟我说 后来我到了才知道 就是苏建平老师 他们俩非常坦率 还是握手聊天 我说我对你们太极没有任何的看法 只是说比如说我找雷公 他的原因是什么 他的原因 比如说单手破螺脚 比如说像手上的雀不飞 一只小鸟哥手上 飞不了 我觉得这些 我觉得违背了一些物理学的规律 我就要跟他去以武会友 我走去就要背了七个人 那是我算出来的 一女 七男 非常强壮的小伙子 哇 中国来 公过来了 说你别走 我能说吗 他们说他们是什么人 我说你们是哪 我们是陈氏太极拳的学生 我说有什么事吗 他说你别走 我问你三个问题 我说你问我三个问题我就能走 对 好 你问吧 第一个 你凭什么说我们陈老陈小旺受伤了 我们的腿换了 我说这不是 我说我这个 我说的是无口奉告 但我现在告诉你们的是 你们上网看 你们上网查 您去调资料 人家做的膝盖手术 膝盖坏了 而且太极拳很多大师 可能膝盖都可能意外 会受到一些伤害 可能导致患膝盖 这我不说了 第二问题 你凭什么侮辱我们 太极拳不能打 这个哪 就是假的 我会对他们说 第二个问题 我回答是无可奉告 但是真正的就是说 我孝东做了这么多年搏击了 那么我现在也是做了一套的视频 很多的动作来告诉大家 这个动作是违规正常规律的 不应该的 一个人一碰你 那个人就飞出去 这简直是笑话 连专家来都报道了 严芳丽老师的事 但是他只是报道了 严芳老师一脚 就是一个 在中国 我跟您说 有千千万万个严刚老师 太极拳这样的 我说的是练习太极拳 来 我觉得来给太极拳抹黑的人 我是打的是这种人 我说请问第三个问题 衣服脱了 你跟我在这打 我跟你约架 我当时其实我挺高兴的 因为我说我的助理马上要录视频 马上录 我说你记住了 我这个可以回答你 我说这个可以回答你 这个是法治社会 在这里打架就是犯法 你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 我不可能跟你动手 听我说 现在有好多好玩的事 我一样说出来了 完了之后我说我不能跟你动手 你要打你打我 我不打你 我不打你 打不打 就这样 他确实没有动手 咱们这里有一说一 像俗区运动员这俩人顶牛 顶牛 他可能要逼迫我 但这个时候我的助理上来 他还在装 当时你知道作为男人的心理 我是一个小女孩的助理 小女孩是你的助理 我的助理 人家也有男朋友 男朋友看见急不急 一帮男的来围着我 我是一个大老爷们 最后让我的助理出去 我的助理就告诉我 东哥你不能出去 为什么 你脾气他 他们碰了你 就是调你 你看旁边有人摄像的 只要你敢打你就错了 他们要打了你 只要你还手你也错了 但是你比如说他刚才所讲的 我也得说 徐晓东他所讲的所有的东西 其实还是需要再去查证的 包括台积拳 什么换膝盖之类的 到底有没有这事 而且您的很多投诉 我也觉得好像证据给的还不够 比方说你说99%的太极拳的神功是假的 甚至你刚才讲的甚至说世界的格斗比赛都有造假的成分 这个我觉得没有证据 小东老师有点不聚焦 从策略上来说有点不聚焦 从一开始的 比如说要跟雷雷打 你打着打着 打邹世明那去了 其实就有点差了 你刚才在聊跟武林的事的时候 你聊着又聊搏机那 其实不聚焦 这个策略是 你不能让搏机那帮大师过来找你单挑 那就麻烦 所以他适合来咱们节目 跑天跑不停 我是真的是这样 我就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是这样 很多人像您说的我很傻 如果我要走一个目的性的话 我肯定是围一头打一头 我现在是四面授敌 我是不是在找死 我说过我今年38岁多 今年就39了 我活了30多年 我是30多年的屌丝 没人认识我 就是一个屁都不懂的人 我自己来做MMA 自己来做格斗 在中国发展 我是最早的 那么我自己来做 没有人理我 那会我哭的原因就是 你们武器也帮助过我 现在骂我 他有一种快意人生的感觉 但是当年我穷的时候 你们跑哪去了 我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觉得很快意 没有 所以你这也是对他人格分析 但这个时候 其实后来他们说 徐晓东 你这15秒你火了什么的 我说不是这样 就说我30多年的屌丝 没人搭理我 最后我红了是这七天 到今天是第七天 我可能就享受了这七天的一个 不能说好 而是慢重的焦点 那么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因为我的那心情是什么 我是一普通人 我犯错 我也打架 我也被法律制裁过 实话 那么我也说错过话 那么我也现在 你说错过什么话 我说错过 比如说有时候我觉得中医 中医 我觉得我不喜欢中医 我觉得不太好 就是没有真正的科学依据 那么有的人说其他的非常严重的问 正式性的导向问题的时候 就是真的是很多是屁的图 或者是什么 当然也有我说的 我也承认 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 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不是站在倒折制高点 我是什么这么影星 这影星那影星 他们都得言论 都得知道 想好几秒才能说出来 你们看见了很多人 想好几秒才能说出来 我不是老师 但是你对传统武术的评价里头 你现在反思有没有说错过的话 没有 没有 我对现在搏击 我为什么说 因为我太了解现在搏击了 我为什么说任何赛事都有假的一面 全世界最好的赛事可能1%造假 那么有的赛事比如像国内赛事 可能是2%3%的假 有比如说像某某风的赛事 他的造假可能是10%20% 但是总的来说他真的多 但有没有假 有什么证据说明他造假呢 这个关键就是圈 我在这个领域在这个圈里 人脉还是有的 但是如果说您让我拿出证据 我告诉您有 我吸带就能拿 我待会可以拿一个证据 但是有几个证据我先不拿 好吗 好 有几个证据 都是这个套路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刚才说你现在这个什么都没有了 他就全管甚至有被封的这个危险啊 那么我倒想问问更多的人觉得 你不意识到这15秒这个背后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吗 比方说啊 你也可能挡了很多人巨大的利益和声誉 但是也可能就很多人说他这个名声你也有你的公司 你也有你的自媒体 你也有你的这个事业 那么随着这个名声的确起 这种巨大的商业利益 难道不是会扑面而至吗 我总觉得可能这是一时的 不是长久的 当然了我希望是长久 但是现在来看我处于一个悲观的状态 是有人花一百多万的出厂微信的邀请你去打对吧 有一百万的确实有了 哎 这已经来了 但是您听我说 在广东省有一个企业家 他花一千万 完了咬人跟我打 当然这一千万也有我的钱 也有跟我挑战传统武术的钱 那么我告诉您的就是什么都是说 真正的跟我接触 咱们别说钱了 就说跟我真正的实事接触 说是要用我们官方的跟您来聊 现在一个人都没聊 哦 就所以你刚才说到现在为止 一分钱也没有从这件事当中得到 包括您的这些采访 我们做完了就给你劳务费 我们有钱的有钱的 第一笔钱 第一笔钱 我们会给啊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开始说你打假似乎目的挺纯正 对吧 但是后来传出来 您要挑战邹世明 嗯 这玩意儿是不是是求名啊还是求利啊 这个事正好在这里 我就是全盘托出 我为什么说找周世明打 很简单 第一 我的司机是什么 我挑战了那么多的武林 而不是挑战那么多武林来误会我 我想把自己变得好的姿态点在面前 武林的人不敢跟我打了 对吧 没人跟我打了很恨我 没谁说 多少掌门人这几天都下战术了 您现在看看吧 全是要全是收到通知不许跟我打 是这样 那么被制止了 被制止了 那么我找周世明 原因是他是一个名人 而且他是我 我确定的说是我崇拜的偶像 那我请问大家 练武之人跟比自己好的武功的人练练切磋武艺 我觉得我请问大家我哪错了 这事但拎出来没错 好放在整个事件里边实际上 第二就是我找周世明老师 第一是真的是羡慕人家的武功 我想切磋 第二的原因就是说 有这么多人来诋毁我 我想找一个正面的形象 那么周世明是正面的形象 能不能跟我打一个比赛叫慈善赛 我们所真的是收入全捐了 从你自己的出发点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从传播的角度是错的 你说99%的武林是假的 我要跟那些掌门人打一场 另外我跟周世明也要打一场 这个逻辑推理过去 周世明也是假的 所以说老师 实际上惹了众怒 是你的第一次惹众怒是在那 所以说我告诉您 那回到了我最初的观点 我38年的屌丝 我是徐耀东 我是一个很低层的人 我就老老实的办武术的事 我不懂什么 所以我说错过话 我办错过事 包括这次 我现在看你说这人动机是什么 甚至说这人是好人还是不是好人 这个事没法说 其实咱还是实事求是 就是说就是论事 他这里边其实牵扯出来一个根本的问题 据他投诉的就是太极拳 甚至包括传统武术能打不能打的问题 对 就是自己认为自己就是他实际上已经不能打了 但是我说我非常能打 而且我有绝技类似像杨过那种 那肯定那就打假犯了 不说这个就是打在什么规则下打 其实我现在确实觉得你这个规则是什么很重要 比如说有件事我想求证你了 比如这个那天好像有一个也是教这个搏击术的 一位武术家赵大元教授的视频 我不知道您看了吗 很多我的朋友说说这赵教授讲的有道理 赵教授他讲的一点 他说有一次到国外去交流 那个是教生死搏击术的 然后这些人练跆拳道 练什么泰拳什么的 赵教授说这样不行 最后人说你说我们不行 我们来试试 然后他就说那个练跆拳道的 挤脚 他说我左闪右闪 两手一按地 一下 一下知他当上了 他说你看这个 这要是按照搏击的规则 那我完全犯规 但是呢 这种招一脚踹当上这人就完了 甚至他还说 你们这个自由搏击 你看为什么所有的规则 都是保护运动员生命健康的 包括他说你要我们真是生死搏斗的话 我们这打耳线以后了 而不是打前辈 后来他又不是又说吗 说后来又来了个练泰拳的跟我打 他这泰拳这飞膝就上来了 他说我这两手一挡我啪 逮着他小辫 摁在底下 咔膝盖 就怼他嗓子眼上了 他说这个犯规吧 您对这个解释 您觉得是不是专业的看了 这个老师是个骗子 您敢这么说 门口又有人堵你了 请解释 这个老师不对 这个老师他没有打过实战 如果他没有打过实战 他所说的都是骗局 那太无端了 我觉得这个不用小冬回答 以我这种不懂孩的 我就知道他说的是假的 为什么呢 除非你拿出录像来 因为当没有规则限制的时候 你一个武术的人可以打人家 可以打这 搏击的人打这打得更狠 一拳就死 但是我看赵教授那个视频里 他的观点是什么 就是说训练格斗运动员和训练保镖是不同的 他说他要长期按照和规则的打法 他到时候这个动作就会失准 比方说生死搏斗的时候 你可能就习惯做错误的动作 就不利于一招致命的这种动作 老师我能回答你的问题吗 我希望你回答 如果说在世界上一个特种兵 不管是哪国家美国的海豹突击队的 最好的特种兵上来 跟一个职业的MMA学生打的话 这个特种兵活不过三分钟 如果这个特种兵拿一把刀拿一把枪 那么这个MMA选手也拿把刀拿把枪 那么这个MMA选手可能活不过一秒钟 什么意思 就是徒手格斗 我们的职业运动员是已经是最高点了 没有比我们更强的 那么当兵或者是其他的保镖 你说的那么是出于什么防卫 是出于一种可能当兵是杀 必须要杀你死我活 保镖是我要保卫我这个重要人士 我要有推有嗓有什么格斗选手不是 格斗选手目标就是一个把你打倒打晕 刚才我给你老师讲 因为现在所有练成功武术 这帮老能说的人没有一个能打的 不能说的人 很多人都非常能打 为什么我说一百年出我一个 我老这么说 我真的是没错 我自己能说又能打 我今年三十九岁 像卖大鲁兰的 有点像武林人士 我就是武林人士 这件事我要告诉你 刚才老师说的很正确 他说的那些步伐和位置 我们运动员全能做出来 我告诉你大实话 带上护裆带上护头 带上拳道上了擂台 让我们跟传统武术打 其实我们没有欺负传统武术 其实我们是照顾传统武术 如果不带护裆 不带护裆他们打的话 传统武术会死得很惨 如果带的话 他们死得还不会惨 这是所有搏击运动员异口同声的 这是真理 也就是说您说的那些规矩 我告诉您 全是传统武术他们自己定的 踢当 插眼 你看我为什么出名 我告诉您 我不是什么职业选手 我就是业余爱好者 我的水平大不了职业选手 现在很多网上有人约 我要问我说很多人可能是早上起来喝什么喝多了 我许晓东我跟你打 我是拳击冠军 我三打冠军 我说谢谢 我说打不过你们 你们厉害 我问你一句 我在打假 您问我服我 我打不过 你们干嘛打我 我打的是武术当中的假 所以说他们来打我 我在我眼里就蹭热度 当然确实我觉得有点火了 所以我跟您说的就是 您刚才跟我说的那问题就是他们站在了一个制高点 不管什么样的制高点 他们没有打过实战 但是他们一个高档次的人 他们能说 能写 能说又能写 理论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是石涛 没有什么理论 就是打 所以说他教的那些东西 刚才跟您说的东西能形成吗 能 但是在那个东西形成之前 他已经被打晕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很有可能在他对这个动作形成之前 人家已经做这个动作 把他弄晕了 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 所以我要告诉您 很多大家对我的误区 我跟大家说 格斗这个东西 真的是两个人比武练他行 那么中国武协 现在你说下达文件不许比武 不许打 不许民间私斗 但是我说的就是第一 可以不民间私斗 咱们在合理合法条件下去塞试 我请问体操跟武术有什么区别 对吗 体操画画画玩跳几个跟头 你武术也画画跳几个跟头 可是体操比你跳的更漂亮更美 那你凭什么说你厉害 你是不是得跟人打 练武术的是不是要跟人打 OK 要跟人打 这个理解咱们就有分歧了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这个武术啊 传统武术源于这个格斗 但是他到这么多年来 尤其到这个近百年来吧 基本上现代法治社会啊 他没有这种民间私打的这种实践条件 所以呢 他有个面临的再发展的问题 但即便是这样 他这个里边哎 中国传统文化啊 他这个里头的这个很多哲理 对 包括这边马云今天也在说了吗 这个太极拳运动 很多人强身健体的价值 他作为这么一个民族的一个传统 你这一打 你知道吧 你就像进了慈禧铺 你劈了啪啦 你把这整个的你碰翻了 你为了打个苍蝇 光积整个慈禧铺全碎了 可是老师 这点我跟您有点分歧是 武术当中你可以查字典 武术当中第一个是什么 武术要是能有防身自卫的能力 之后修身养性健身 那么首先你武术 首先武术这个词教是能打的 那么能打你打什么 你是打人还是打沙袋还是表演 你肯定要跟人去过招 对吗 跟人去过招才能体现出 你首先你这个武术是资金价值 我为什么意思就是这是个蛋糕 首先是干嘛的 真漂亮 这那的 我打算你一句 你比如说太极推手算不算是 太极文化里 他们按照自己的规则的一种打 可以 算 但是我要说的是 他不能够把这种打就统称于所有的打格斗 这是我要跟他说明的 你说徐晓东我跟你太极推手跟你打 行吗 我说行 没问题 但你要说明你会推手 我不会 但我可以推 他说那就说明说明我跟你比武 比什么 比推手 而不是比武 比武的意思就是分出一个功夫的高低 我是很单纯的人 您说的所谓的那些禅那些阴柔调和 我说过都是在武术这个单词解释后面的 武术单词最前头的就是直接两张就是防身自卫 那么首先你要有防身自卫的能力 你才能说明一切 之后你再有 这个其实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就是你比如这个以太极拳的规则来做推手 是一种比赛规则 以MMA的规则来做那个是另外还有一个 但是比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你到底是什么规则是谁把谁给弄死吗 或者谁把谁击倒吗 或者谁打的点多吗 其实那个我觉得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 就是武术整体也缺少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规则 所以你的出发点和你的 我觉得还是一个现代搏击 或者现代鸡鸡的一个出发点 而武术没有做到像现代化转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它还在养生大宝剑加一定的防身的技能这走着 实际上我觉得一个现代生产力 再打一个传统的生产力不公平 就算了 对 这也不错